相公 那戴宗串通了梁山贼寇 留下他们必有后患 不如就地先斩了 然后禀报东京请宫 否则夜长猛多啊 好 我现在就下令出展 你去做监展官 还是那句话 大人请宫时 千万别忘了替小人说一句 现在是什么时候 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啊 来 张春哥 上岸来说话 怎么 哥哥还要打呀 那就到水里去吧 我又及时找你 什么事儿 让哥哥急成这副模样 我两个哥哥犯了大事 若不去救便死到临头了 哥哥说 如何去营救 我正要找你商量了 找我 这 我 你若犹豫 我便 哥哥误会了 我是说 就凭你我 如何救的两位哥哥 这个 我有个兄弟叫混江龙李俊 还有前面沐家庄 沐春沐虎二兄弟 也与我生死之交 还有病大成薛勇 还有 那要等到几时 蔡九已下令出展我哥哥了 那正好截他的法赏 我黄文饼也有看错人的时候 只以为你是酒后狂言 没想到你真的按通贼寇 啊 若不是蔡太师的书信升迁了我 也许你还能多活几天 可惜让梁山的贼寇把事给弄坏了 留着你也是麻烦 还是几早上路吧 到了阴间 别恨我 古臣小人 我黄文饼不跟快死的人一般见识 陆京 终 kijken 老夜 赵吁大人传令 麻烦闲仙人散� 松路 禅人散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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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ди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好 走… 殺… 人生還分 大哥 人生還分 人生還分手, 關過神輩 大哥 哥哥 走… 快… 好, 太好了 快動手, 第二次就跑了 快… 快… 修走了良申賊叩 修走了良申賊叩… 快… 大哥, 哥哥, 快… 快 打不得, 自己兄弟 快… 抓他 好… 來了 快… 快…進來 這沒人, 快點 好… 快… 快點, 扶哥哥坐下 扶哥哥坐下 哥哥 朝該來遲 讓賢弟吃苦了 宋家意味生還無往 萬念俱灰 沒料到 孟兄大舊又得相見 朝該在夢中 幾番與賢弟相聚良申 飲酒談笑 兄長意氣深重 令宋家惭愧 鐵牛 你不是早就要同我一起上良申嗎 快來拜見 朝該哥哥 天牛, 拜見朝該哥哥 兄弟, 免禁, 免禁 你我相見, 乃是天意呀 幸得蒼天有眼 若劫法場有個閃失害了賢弟的性命 朝該絕不購獲於人士 兄長, 萬不可出此言 宋家無敵自容了 小弟, 今後願終身陪伴哥哥 你我兄弟, 再不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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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大哥 大哥, 黃文炳被我抓來了 你 無恥小人 你也有近日 亂臣賊子 今天被宰了你 是我黃文炳平時最大的漢士 站住 狗官, 在我哥哥面前還敢放肆 可我不理寡了你 本官沒有看錯你 天生的一副做賊的骨頭 你和他們都是一丘之合 黃文炳, 你這個狗賊 拉出去 你就是做賊的骨頭 做賊的骨頭 大哥, 怎麼了? 不好了 受賊官兵沿路追來了 此處不可久留 悲傷公民哥哥, 速速撤離 走 快 快, 快走 快 英雄 哪個不會 英雄不會獨是主 正在兩沙坡地處 雖然生的脖皮身 殺賊人 恩來 不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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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吃有喝 寬敞快活 哭便得哭 笑便得笑 連天王老子也管不著 跟哥哥們在一起 給田牛五個縣令 都不幹 不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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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是宋公民哥哥嗎 兄弟無用 在此迎候久矣 恭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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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法場一節 都是無用軍師的神機妙算 過獎 承蒙軍師救命之恩 宋江在此感激不盡 宋公民肯上梁山 是我梁山眾弟兄之大姓 有公民哥哥在 日後水泊良山 必大興大盛啊 這句聽三字 是徐兄弟 發蓋平生只認了一個鼻子 平生只求與天下豪傑共聚大義 同生共死肝膽相照 賢弟 以為如何 顧民哥哥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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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弟 這第一碗酒 特畏賢弟 解風 恭迎哥哥 朝盖哥哥曾說 此生就得宋公民 必请他来做梁山第一把交椅 兄长 不必刀斧救我性命 如何把债主之位让于小弟 仁兄长我十岁 你看我 我无功无路 在众兄弟们面前 岂不休死宋将 当初若不是贤弟担纳血海官司 救我七人性命上山 哪有今日之中啊 山寨之主本该贤弟来做 有朝盖在无人敢不服兄弟 哥哥 你再提此事 宋将情愿去死 贤弟 贤弟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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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座 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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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先敬贤弟一杯 来 来 来 坐了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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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干了 好 好 好 来来来来 王文禀那丝编造童谣陷害功林阁 什么 昊博英家木 盗兵点水公 这家子投下一个木字 点水旁边一个公字不就是宋姜二字吗 还唱什么 纵衡三十六波乱在山东 无非说我宋江要造大宋朝廷的反 好 哥哥 这正应了上天的言语 有咱们这么多军马 造反又怎的 宋江哥哥本来就穷宋 如何做不了大宋皇帝 咱们杀去东京夺了鸟威 不强势在这个鸟水坡里快活 听牛 不得胡说 今日到了梁山 凡事要听朝盖哥哥的号令 不可使你那江州性子在胡言乱语 割下你那颗黑头以锦后人 哥哥若割下俺这颗头 几时才能再长出一颗来 罢了罢了 还是留着喝酒就是了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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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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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弟未杀昂山时 好 我日日夜夜不得安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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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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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ens bon maybe 好 好 toen 好 好 做什么 好 Aaa keine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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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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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上梁山你不怨恨吧 哥哥 又说梦话 上了梁山就是落草为寇 成了朝廷的贼寇 你真的不后悔吗 只要跟哥哥在一起就快话 铁牛一片真心哪 可惜我宋江不才 不能带着兄弟赴国安民 建功立业 成就大事 山上这么多好汉 亲如兄弟一般 怎么成不了大事 铁牛说得有理 我们兄弟一场若做不了什么大事 宋江愧对养我的家乡父老 愧对铁牛的父母 兄弟的父母现在何处 铁牛自小没了爹 家中只有一位老娘 确实少穿的 兄弟何不将老母接上梁山 你我一起孝敬他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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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起孝敬他老人家 谁人不是父母生养 谁人的父母不盼望自己的子孙 建功立业 广宗妖族啊 江州法场一节 人人都知道黑旋风李逵 你独自下山多有不便 不如拆几个弟兄与你同去 怎么样 人去多了 老娘吃不起惊吓 铁牛一人去接便是 朝盖哥哥说得有理 铁牛独自下山 去依我三件事 别说三件三十件也成 第一路上不可吃酒 不吃就不吃 班府不要带去 免生是非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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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悄悄接了老娘便回来 晚不可生长 哎 哥哥放心就是了 众位哥哥 铁牛走了 啊 什么事 好吧 吴 啊 啊 你怕梁山如此兴亡 众兄弟唯义士君 亲同手足 无拘无束 真是快活呀 要让梁山兴盛发达 永历不败之地 小弟以为 单凭一个义子派贤不够 以贤弟之境呢 小弟叫人绣了一面大吉 人兄请看 替天行道 小弟有几句话 要和人兄和众头领讲 先帝请讲 我们这些人 哪个生来就是强盗 无非是奸臣当道 残害忠良 我们才被逼上梁山 不得不凡 我等都是有志之士 只是报国无门 又有哪个生来愿做草寇 脸上带着两行金印 一生被痴人耻笑 我等兄弟在此共聚大义 并非只为打家劫舍 杀人放火 贪图一时的快活 各路一世 相聚这良善 为的就是 除暴安良 辅国安民 旷福正义 心力不可 拾天行刀 挥天行刀 抬天行刀 拾天行刀 挥天行刀 挥天行刀 雷古挂劫 asked 拾大大将 informed 众筒 梁山竖起这面大旗 天下英雄自会望风而来 梁山定然兴旺发达呀 你三千贯 第三名从贼李魂悬赏三千贯 不向 不向 张贤弒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贤弒好新星啊 怎么不认识于兄了 你这个猪鬼 谁是张贤弒 宋公民哥哥 怕你在路上惹事 让我下山打探 不见他绑上画着你的头像 还挤着要看 遇上个眼疾手快的 就不怕拿你送的关 凭什么他们的头值五千亿万的 我这颗头才值三千关 行 走走走 这是我兄弟朱富开的酒店 这里说话不妨 哥哥可好 真为便是李奎兄弟 李大哥 久仰大名 快请快请 来来来 既然是到了自己家里 喝几碗酒不妨吗 宋公宁哥哥吩咐了 不许吃酒 自己兄弟家里吃几碗酒 打什么紧 只要你不说 宋将哥哥不会知道的 拿酒来 一路上掺杀铁牛了 就由这铁牛兄弟吧 好嘞 我说兄弟 你休要白天走 来了 兄弟 少喝点 这吃了酒啊 早些歇息 四更赏路 趁着小心残月 一直往败帐村去 投东大路便是东建村 修走小路 接了母亲赶紧回山寨 免得宋公民哥哥挂你 你唠叨个啥呀 待俺吃饱喝足 偏朝小路走 天亮便到家 小路多大虫 又有节道强肥 我怕他鸟筷 我怕他鸟筷 哼 哼 谁来送死 你这刺濕肾鸟人啊 跑到这里接荡 说出俺的名 吓破你的胆 俺乃黑旋风李逵 懂事的留下买鹿钱 便饶了你的性命 不然的话 没你娘的鸟姓 谁家的儿子 赶紧爷爷的性命护来 好大的胆啊你 吃爷爷一福 走 走 走 翻译维 你有两下子 闹了半天这般不吃辣 爷爷饶李逵一命 一道嘴巧 李逵不敢了 李逵不敢了 你睁开眼睛看看 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 你竟敢在这里辱过爷爷的名声 正巧落在爷爷手里 看我不活管了你 别别别别 爷爷杀我一个 便是杀我两个呀 爷爷杀就杀你 怎么杀两个 爷爷有所不知啊 孩儿名叫李鬼 家中有九寻老母无人赡养 这才嫁爷爷的名声 去结点钱子 我不曾害人 今日爷爷杀了孩儿 家中老娘 一定恶死 真的假的 孩儿说的千真万确 一句假话也没有啊 真的 爷爷 看不出来 你倒是个孝子 如今爷爷也是回家接老娘 若杀一个养娘的人 天地不容 罢了罢了 饶了你条性命 谢爷爷 谢爷爷 只是从今往后 休要再坏爷爷的名声 小子不敢 小子不敢了 孩儿有眼无珠 爷爷给我一条性命 孩儿再也不敢 仗爷爷的名声去 骗取钱财了 你这次胆子倒不小 你知道爷爷这颗头 值多少钱啊 三千贯哪 那是 爷爷的大名威震江湖嘛 连神鬼都胆怯三分 小人才嫁爷爷的名声去结点钱财嘛 去吧去吧 好 回来 爷爷看你是个孝子 给你些银子 回去给老娘弄点吃喝衣物 爷爷有事还要赶路 谢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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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个死鬼 莫不是又空手回来了 嫂子莫怕 俺是过路人 肚中饥饿 又熊不着酒食店 俺给你几两银子 给俺做些酒饭来吃 酒可没出卖 有饭就行啊 这肚子快饿出鸟来了 客官 一生米够吧 做三生来 好 好 大嫂 有的肉吃吗 等熟了米 我给客官讨些肉来 讨便多讨些来 俺有的是饮料给你 当家的 当家的 如何闪了腿呀 算我晦气 差点不能和你相见了 为什么 好容易碰上了一个 你才是谁 谁 真的黑旋风 吃了他一刀 那他如何又放了你呢 我 我骗他说 家有九十老母 无人赡养 那个驴鸟还真相信了我 还呀 还给了我些银子 我怕 我怕 我怕那个驴鸟变卦 在银子里歇了一会儿 才敢绕下山来的 刚才来了个黑大汉 叫我与他做些饭 想必就是那黑旋风 没出息的死了 那如何是好啊 他如今送上门来 不如弄些麻药放在菜里 待麻烦了他 你我下手 某些金银 神鬼不知 对 拿他的头去送官 值三千罐的 哈 爷爷送你银子 你去要爷爷的命 爷爷饶命 饶命啊 都是这个妇人的种意 不 爷爷若再留你 千离不熟 这 此人名叫杨雄 去年如落到此 做了两院押育剪刮子时光 因面疲伐黄人成病官所杨雄 每次他觉醒回来 一定在兄弟小殿里喝一杯 师父 兄弟 喝起师父觉醒归来 请到徒弟小殿中洗喝桌一杯 好 来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哥哥朱桂 人称汉帝忽律 早就闻听师父大名啊 好 请 来 一个小小的鸭育 何足挂齿啊 英雄 一表人才啊 听令地讲 更是武艺超区 何苦在这里守区啊 流落到此也是迫不得已啊 来来来 干 好好 我本身外乡人能做个鸭育跪头呢 已经很知足了 好男儿志在四方 听说及时与宋姑明 在八百里水破竖起一面打棋 招贤纳士汇集天下豪杰 替天行道 英雄何愁没有用武之地啊 自幼读书习武 一心报效国家 只是时运不佳 还没想到落草为寇呢 英雄不见 如今朝廷闭塞 忠见不明 有志之事报国无门 倒不如去梁山 与众好汉共聚打义 英雄若有心 小人当已相见 这位兄长说得有理 不过 报 知府差小人换鸭育回牙 有人告梁山叛贼黑旋风 在以水县杀人放火 哦 快走 告辞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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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牛回来了 铁牛 你真的是铁牛 娘 娘 您不认识 您不认识铁牛了 铁牛 铁牛 娘 铁牛 娘 娘 铁牛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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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眼睛怎么了 娘 娘 justice 你摸摸我娘 娘为你把眼睛都哭瞎了 娘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娘以为你早就不再认识了 儿啊 儿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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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哭了 娘 娘 我这不是挺好吗 娘 娘好想你啊 娘 娘 俺这不是挺好吗 娘 您摸摸我 让娘 好好摸摸 让娘摸摸 好好摸摸 儿啊 这些年 你都在哪儿安身呢 你都在哪儿安身呢 娘 有钱了 有钱了 我儿如今当了官 吃喝穿戴都不愁了 不愁了不愁了 娘 我这不来借娘一块享福去 水热炸 水热炕头 吃白面嬷嬷嬷 一日三餐 我儿铁牛 出息了 娘 您老的眼 看不见了 这如今的铁牛啊 再不是 以往的铁牛了 娘 您信得过铁牛啊 娘 这 这就跟我走吧 娘信 娘信呢 铁牛出息了 娘跟你走 等你哥回来 商议了再走 等他做什么 娘 娘 这就走 我背着你 来 娘 娘 哥哥 回来了 你又回来干啥 多年不见 又来连累人 你不知道 如今啊 铁牛做了官 特来接俺的 娘 你休听他放屁 当初他杀了人 叫我披家带所 替他受苦 听说他又闹了江州 上梁山做了强盗 官府正赏贤三千块 抓他呢 哥哥不要急躁 不如咱们一块上梁山 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大乘分金银 一同赐货老娘 岂不快喝 宋公明哥哥 带我胜过亲兄弟 你跟他是亲兄弟 要我做什么 我告诉你 我饿死也不做强盗 天牛 走 跟我去见官 你们可是亲兄弟 还要吵 天牛 你快走 娘 你快走 你快走 别连累的 快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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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大 好 我敌不过你 我 我叫人来抓你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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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公明哥哥 千叮您万嘱咐 就怕李逵在路上舍出事来 他不让我跟随 又不听我的 这如何是好 哥哥 不如 赶快回梁山报个信 让他们速派人来接应 李逵若真的落入官府之手 他也来不及了 我如何有脸 回去见宋公明哥哥呀 哥哥 你莫急 不如兄弟我先去打探一下 代院长 你怎么来了 宋公明哥哥不放心李逵 又叫我前来打探 请坐 铁牛 你出来 李逵 你出来 来 再来 来 最后一个 犯贼李逵在哪儿 天牛啊 娘看不见 你背娘到哪儿去啊 娘别问了 天牛把娘背到一个 有吃有喝的地方去 省得跟着我哥哥受苦 别怪你哥哥 他也是个孝顺的儿子 娘 到了梁山 遍地都是财宝 天天有肉吃 天天过年一般 那儿的弟兄 都是娘的儿子 还有宋公明哥哥 跟铁牛一样孝敬娘 听你这么一说呀 娘倒不敢相信了 铁牛说的句句是真话 那宋公明哥哥 是天下第一大好人 带铁牛 像亲兄弟一般 可惜娘眼睛看不见了 果真带你那么好 一定是个大善人 等上了山娘就知道了 娘现在只觉得口渴 铁牛啊 快去弄点水来喝 铁牛 嗓子也渴得冒烟了 可这四处没有人家呀 等过了这道岭 寻个人家 咱吃喝足了 寻个车 铁牛推着娘走 娘这会儿渴得要命 你也累了 弄点水来喝吧 哦 娘 再忍她一会儿 铁牛 这就去寻水来 唉 不要 唉 一 啊 啊 哎 来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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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害了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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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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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留千姓万姑来接你 可怜我娘 娘 你吃老年一个 爷爷杀你一窝 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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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兄弟 人称张大胆 好个张大胆啊 没有胆量 如何能杀死四只大虫啊 别说是四只 就是再来四只 也一样杀了 准备酒菜 好 就在庄上小住几日吧 老朽为壮士到县里报宫请赏啊 娘家 此人是黑旋风的亏 报什么鸟功 俺娘也没了 娘子休认错了人 我起眼看见他杀我当家的 我还能认错 你先做一只壮子 待我告知曹太公先把他灌醉了 再绑到县上 壮士是怎么了 大哥 不好了 李大哥吃醉的酒 被绑在了曹家庄 已经告到泄牙了 就你我两个人 怎能救他 至先明早派杨雄去押送 就是那个病棺所杨雄 正是 正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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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倒上酒 弟兄们 弟兄们 等等 等等 师父 辛苦了 杯一杯薄酒 聊表徒弟 孝顺之心 先帝 何老如此客气 昨晚在曹家庄饮了半夜 已然饮不了了 师父 师父 请你一定下马 这 捉了重犯 行了这么多的路 想必肚子一定饿了 也该请弟兄们 吃点肉喝点酒 是不是 兄弟们 是啊 师父 是啊 师父 我兄弟对师父如此孝敬 师父就不必推辞了 师父 好 把礼盔放下 来 给杨大人牵马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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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吧 来 来 师父 来来 来吧 来 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 慢慢喝 有的是酒 为何不给俺喝两口 你这个挨牵刀的 死到临头还有什么酒喝 你这个狗东西 看我起来宰杀了你 把他给我抬走一边去 来 抬走 我要喝酒 为什么不给俺喝 放下我 我起来堕饭了你们 来来来 师父 喝酒 喝酒 来来来 都别动 李大哥 别别别 你只管先走 千万不要伤害我师父 反正要跑快快动手 你们哪个敢动手 这是我跟我师父之间的事 因你们无关 实不相瞒 今天只为了救我梁山兄弟 一起当先 难为好汉了 师父 事到如今 好汉不如与我们一起上梁山入伙 共聚大义 替天行道 你们 这是干什么 师父 您平日教诲 让胡帝 守行大义 若师父不允 那诸父顶罪便是 这 启牛 好汉若没拿定主意 我们后会有期 日后 若有个三长两短 找我汉帝忽律猪贵 梁山为好汉 留一席位 走 这就走了 祝福兄弟 走 这就走了 杨雄 小人杨雄一时疏忽 跑了要饭 利应治罪 愿听大人随意发落 杨雄 平日 你做押育 得罪了不少人 本官若不予追究 定给那帮人 留下口实 告发本官 免你平日 刻尽职守 先免去你两院押育 执作跪头吧 谢大人恩典 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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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使性子 宋江哥哥看你来了 铁牛兄弟 有气有火 都往宋江身上撒 怪只怪哥哥 没跟兄弟 一起去接老娘 开门哪 兄弟 快开门哪 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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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牛兄弟 不哭 不哭 铁牛 铁牛 没娘了 来来来 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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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马上 马上 你们看 瞧那个黄脸姐姐 平日里见了我们抬手就的 没想到又有今天 就是 姐姐 这边吃酒啊 东西 我今日不饮酒 想必是姐姐瞧不起我们 是不是 今天这般客气 特来借十罐钱用 是啊 我虽认得大哥 可并没有钱财交往 站住 你平日里榨的许多百姓财物 是啊 拿出来 你们这丝 你是不是要耍赖 要不这样我秋下 上 你打 你打 你们为何打着戒技 纵杀犯的 谁让你多管闲事 上 你操作 他 快走 快跑 多谢壮士解救 原来阶级 就是人称并关锁的杨雄 大哥在上 受小弟一拜 慢着 壮士今日为我解围 端了一身好拳脚 来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小弟自幼 习得枪棒 路见不平 则舍命相助 人称拼命三郎石秀 便是小弟 兄弟如何流落到此 卖柴度日呢 因小弟的秉行 吃尽了苦头 听说 众多义士聚集梁山 但讲一个义字 竖起一面大旗 替天行道 不瞒哥哥说 小弟想去入伙 只是苦与无人保健 我倒认识一个人 大哥在此不得志 何不与我一同前去 不过 不到万不得已 谁愿落草为寇呢 何况 我还有家眷相累 不怕哥哥笑话 如今小弟 正是到了身无分文 举目无亲的地方 兄弟一表人才 又如此仗义 我送兄弟一些银两 以后开个肉店 不愁不发迹 大哥 这 以后 你我兄弟相待 我家就是你家 来 小弟敬你一杯 来 请 孝僧再次敬后贤妹已久了 巧云为娘亲来还旧愿 又劳师兄了 师兄在看什么 贤妹请 费妹 行李 不是想看火牙吗 正是 请到入海房里走 请 师兄住的好地方 只是 不像个修行出家的人 让贤妹见笑了 难怪师兄送经声那么好听 好像腾云家雾一般 以后 我独自送给贤妹一人听如何 只怕巧云我没有那般福气 贤妹 我等了你已经两年了 求求你了 贤妹 今天 今天你就成全了我吧 好一个和尚 贤妹 打得好 你这般无礼我为何不打 贤妹 若不怕闪了手 打就便是了 你可知道 我官人可是个厉害的人 我要是告诉他一声 他就会杀了你 那杨雄 他只会耍强弄霸 哪里懂得女人的心思 要告 你便告就是 好一个大胆的和尚 贤妹 师兄 你心急什么 你不是让我来看佛牙的吗 哦 对对对 贤妹 贤妹 请看 过几日是我前夫王鸭斯的忌日 到时候烦请师兄来我家 为他亡灵做功德 好 孝僧一定前往 可怜我的前夫 他倒是个知我疼我的人 可是 可是他命太短了 好 啊 师父请 啊 师兄 啊 贤妹 啊 官人 师兄裴如海 出家在报恩寺 因他的师父是家里门徒 他曾结拜我爹为干爹 长奴家两岁 就叫他师兄 法明海公 是奴家求他给王鸭斯做功德的 啊 有劳师父了 去去小事 合足挂齿 贤弟 大哥 我今夜劳中当职不能回来 家中的事就请你带我照料 哥哥尽管放心去 家中的事自有兄弟料理 好 走 爸 嫂嫂 爸 这是我家叔叔 哦 我去准备斋饭 有事嫂嫂尽管吩咐 你家叔叔好一脸凶下 贤妹笑的什么 我笑 世兄有贼心有贼胆 这些贼心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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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心 嫂嫂 嫂嫂 嫂嫂要餵哪種夜飯 隋叔叔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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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起來 更後退 等会兒 多久 能世界 能去 和 其他 我 找 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 好一个大胆的毛贼竟敢偷到这里来了 好汉住手 小人有言相告 你是何人 不满好汉 小人是君 人称古上草 好 看你翻墙越后倒是好身手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除非好汉答应放我 老下那个恋恶的汉子是你家叔叔吧 是又怎样 他呀 不过是我家官人捡回来的一个野汉子 认做兄弟罢了 今日贤妹做成了我 明日就是死也值了 只是良辰苦短 我家官人夜夜在牢里当职 你若是有心还愁不能相见 我恨不得把心都掏给贤妹吃了 只是这宅月如何进得来呀 你敢辱莫我家嫂嫂名声 我宰了你 好汉要是不信 请看 好汉 好味有气 哎 记住 出庚之后 单有香桌在后门处你便来 没有香桌 你万万不可来 玄妹 我若来 必有头驼在巷子里敲木日叫佛 你快快回去吧 我快回去吧 叔叔 叔叔 一夜未睡吧 有大哥关照 小弟不敢合眼 叔叔 衣衫 我已经为你缝补好了 邪嫂嫂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跟嫂子说 什么也缺不了你的 嫂嫂 你的东西放错了 这是嫂子特意为你做的 小弟消瘦不得 不知好歹 贤弟 大哥 哥哥回来了 小弟有话跟哥哥说 什么事 官人在府中做工累了 我房里已温好了酒菜 先去我房里歇息吧 好 贤弟 哥哥 到我房里一同吃杯酒吧 哥哥自己去吃 小弟我还要到铺上照饮 好 官人夜夜在府中当职 巧云好不寂寞 官家做工的人身不由己呀 娘子多量 来 来 那今日 巧云便陪官人多吃几杯吧 还是我陪娘子多吃几杯 都吃几杯 娘子哭的什么 爹娘 当初把我嫁给王雅思 指王一干到底 谁想他把路撇我而去 愿意为官人十分豪杰 谁想你却不能为我做主 莫非 所以有人欺辱娘子 我本不想说与官人听 怕你不信反倒骂我 你只管说 画虎画皮 那画骨置人之面不知心 自打你的石秀兄弟住在家里 一夜夜去府中当职 他就对我动手动脚 你敢坏我兄弟情义 我就再杀了你 听官人的脾气 我哪敢有半句假话 官人若是不信 现在就杀了我吧 别好 我这就去问个明白 官人别走 怎么 不要为我 坏了你们兄弟情义 若真是如此 还讲什么兄弟情义 啊 官人别去 他石秀心怀鬼胎 迟早有一天会说我的坏话 他若不提此事便是个好人 对 就当我五中生有吧 我有要紧的话跟哥哥说 是何要紧事 小弟我一直不好出口 可是不说又不行 哥哥是条好汉 可惜被人辱莫了名声 让小弟都无脸见人 你说是谁 哥哥府中去当职 那夫人却与和尚四通 你如何知道 我亲耳听见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啊 这 那古上早石迁 亲眼所见 他人在何处 这 凭良心说 我杨兄何处亏待过你 哥哥 你此话何意啊 不愿人家说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只把你当成顶庭立地的汉子 没想到你 竟对自家嫂嫂有这样的心思 哥哥 如何这样猜测我 莫非是听心了那夫人胡言乱语 别说了 我亲耳听见夫人与和尚约定 我叫你别说了 哥哥 你 你把我师兄当成什么人了 知道不知道 朋友之妻不可期 我若赶你走 现在我杨兄不义气 算我师兄瞎了眼 不用你赶 我 我自己走 我 我 我自己走 我自己走 我自己走